5歲女兒與2018年被虐待致死 揭發她與當時只有8歲的哥哥 長期被生父與繼母虐待 陪審團早前裁定生父與繼母謀殺罪成 高等法院袁仲廷禮不二 依例判處兩個人終身監禁 至於就住他們在開審前 承認的兩項陳報對待兒童罪 就判監九年半 與謀殺罪同期執行 兒童住的繼外婆涉嫌忽略兩兄妹 兩項陳報對待兒童罪罪成 亦被判監五年 法官王崇口判刑時 直指生父與繼母極度殘酷對待兩兄妹 兩兄妹在5個月內傷勢嚴重 同類案件中這麼嚴重的案情並不常見 而他們為了蓄意隱瞞子女的傷勢 更向學校作出虛假陳述 由出於自私為逃避法律責任 沒有帶兩兄妹去看醫生接受治療 兩兄妹除了身體持續受到虐待 更長時間被罰貴、罰棋 熬外的時候只能看著家人吃飯 自尊心亦都必然受損 對於繼母一方早前在庭上辯稱 她在案發的時候患嚴重抑鬱 法官認為繼母的精神狀況 不能夠構成對女童嚴重傷害的意圖 拒絕接納作為減刑因素 法官又說繼外婆原本是梁兄妹的唯一希望 但基於自私 沒有了知道父母的極端行徑 最終導致女童失望 法官在盤迎後特別對繼母說 留意到她作證時曾經搜案聖經 引用約翰一書的經文 說相信她會記得 繼母聽完後沒有回應 散庭時公眾席有人向犯人欄大叫畜生 又有人用粗口罵她們 三個被告亦都沒有反應 都忘記者陳怨同 晚安